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5月18日 星期三 今次有我许散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 波罗仔 聊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望向编辑》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厉害了 今节回来讲讲我们的主脚 竟然是黄阳达 即是他的热血公民 我们都可谓看了这个 也不知道是叫做组织 还是一帮匪女 是不是 匪女 哈哈哈 看了他们这么多年了 很久了 这群伙子好像都十几年前的事了 是不是 没错 他们还说有什么梦想 又说这样那样 到了今时今日 都是一坨东西的 梦想 有什么梦想 哈哈哈 捆穿啊 是不是 是的 一坨东西的钱就不多了 见他们 最惨的就是那些热狗仔一个一个流失 哈哈哈 是的 没错 哈哈哈 是的 哈哈哈 那为什么叫做热狗呢 什么热狗仔呢 因为他们本来就叫做热血公民 是不是吗 勇武抗争 然后这群人呢 做了些东西也很扼述 又不是老鼠一样 哈哈哈 是的 狗都不宜 哈哈哈 哈哈哈 这群人后来被人叫做热狗 做了些什么会被人叫热狗呢 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说一说 哈哈哈 再到后来又简直可以等于生枝狗 喂 都没人理你了 是不是 真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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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见到都运路走 快点走开 哈哈哈 那发生什么事呢 这人呢 或者这个叫做热血公民 我们简称叫做热狗 是 那么多年以来呢 又说要面对着这个极权 要勇武抗争 那其实在2019年6月的时候呢 这一场所谓的叫做修例风波 他们说要勇武抗争呢 都没见过去到最前线吧 没有的 他把口就很勇武的 一般都是 但是呢 出到去呢 其实就是鸣鸦一样的 那他们那些搞笑东西呢 可以再说吧 那其实呢 他不出去都是对的 都是乖的 是吧 哇哇 给狗饼你吃吧 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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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出来那么多了 不过呢 他们刚才在台上提到 也有继续做什么 什么网台 或者什么节目 或者什么文化 很多不同的东西 啊 是 那虽然呢 我们都知道了 这帮人说完些东西呢 都是不知所谓的 都是说反对 对特区政府 甚至乎对内地的朋友 都是大有一个歧视 甚至乎可以叫仇视的态度 目光等等 是的 搞了这么久了 说了这么久了 今天呢 王阳达就出了一个post 啊 挺好笑的 我们可以一起拿来分析一下 还有可以说一下当中的问题 可能有些网友就这样听 没什么特别 为什么这么好笑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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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那个不是公司,在我眼中是狗斗 狗斗就对了,热狗,不是狗斗是什么 杀上了狗斗怎么办 狗斗当然不是去跟狗狗玩,国安署发出通知 扔波仔扔网球,扔网球,咬吧,咬过来给我 那不是的,我上去给封信他 狗也认识看信吗 我也认识,除了狗眼看人低之外也认识看信 他说要求我们删除敏感的内容 他用了一个引号来写,叫敏感的内容 我看到敏感的两个字,我就马上想起谭德智 他说谭德智干什么,大家都知道 他当时选立法会的时候和谭德智都有一定的过节 当然两个都双双落败 这是最美美的结局 是的 我们都知道谭德智所谓被以言入罪 他有很多不同的线劃,非法集结,很多不同的事情 谭德智已经在坐牢了 还有被警方,国安署当时用手扣托着他 所以压了他上架,他还很大声地叫什么 说一些很反政府的说话 也很侮辱性的事情,什么都有 那我就想,谭德智这么看不起他 在他的眼中叫勇武,已经是厉害到 上了法庭,接受完审讯,还压完,现在已经在坐牢了 你现在只不过说到自己这么猛 又说要什么文化建国,又说什么梦想 发梦,有你反对梦想 原来你做了这么久,国安署来的时候 拉你都没够了,只不过可以删敏感的内容 看起来可能有些问题 那博安署给他的信是怎样 我们暂时就未知 会不会涉嫌一些内容上的事情 可能会令人看完会觉得不安 或者会受到一些影响 或者对国家也好,对香港也好 这个我们不知道 接着他说,我们收拖信件 做好了处理,没有人被拘捕 现在人安全,自由活动 接着又继续再说 今天身在香港,继续做媒体工作 风险一天比一天高 但是我仍然在香港,我仍然每天开咪 连我都觉得自己有点奇怪 但我们会继续努力 成功之前,我们绝对不要放弃梦想 他这句话说了很久 说了十几年了 梦想 真bc都由相信你们的时候 到现在,痛恨你们 他也有说过这句 真bc 我们不如说一下真bc的黑历史 好吗? 要,必须 大家还兴奋 我们经常说 道义关公 真bc都说差点有冲动 想去买的 其实有两款 究竟哪一款呢? 据真bc所说 应该是想买这一款的 这一款? 哇 哈哈哈哈哈哈 哇,这么搞笑 你在澳洲这样穿 随着说一句 哇,什么是笑 又不笑狗都吠 是吧? 嘔嘔嘔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还要是澳洲的热狗 被你吃下肚子的热狗都会吠你 哇,真bc怎么穿这样的呢? 大哥 嘔嘔嘔嘔嘔嘔 我都不好 是吧?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真的不好 真bc有头有面 又是专业人士 又是博士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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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嘔嘔嘔嘔嘔嘔 不行 不行 你会不会立刻说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我立刻不认识你 不认识你 不要见面 没有什么事 哈哈哈哈 如果刚好 社长那天 如果真bc吃饭的话 可能会说 你坐在旁边那台 我不想跟你同一台 哈哈哈哈 走开不开 怕被人打 道尔 哈哈 这班人都没有道尔 出道尔关公的 垃圾 真是搞笑 我真是被这班人笑死我 哈哈哈哈 那我们讲一讲 现在就算每天开麦 又是什么做媒体 又是什么风险高 又是什么 又是什么 老实说 又是什么 万人台 又是什么 现在都没有人看 这个台 没有的 哪有人看 我真的不知道 很久没有听过 就是他这个台 我都想不到他 到现在都还在运作 有的 又不死的 好笑 其实也不是说没有人留意他的 就是国安署 就是国安署 国安署 是吗 哎呀真的辛苦了 还要听这些垃圾 在狗吠狗说 哎呀真是救命 有什么敏感的内容 我们都无需要去理这些垃圾 这些渣灾 究竟 你觉得他能不能够 凭着这次的要求他们 删一些敏感内容 他们又骗一些狗粮回来吃 骗狗粮啊 我猜到他的死忠 我猜到他的死忠 是吧 不是吧 可能给那些快过期的先吃住 先吃住 好过没有 还很搞笑 我还记得汪洋达 经常说自己是什么首领 还是什么 首领 是 真的 这些 我们是首领 我们还要记住 他又说什么勇武抗争 你觉得他会删除这些敏感内容呢 删除啊 当然会 这个人 这个狗很听话 他叫他做什么 立刻做的 如果删除的话 又不勇武 又说不通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不说了 不说就当不存在了 就是这样的 是吧 因为当时 说到自己的似乎好像很厉害 其实我又再想起 这个人 当时 在鱼蛋那一晚 他有去过旺角 不过 当然 鱼蛋去到最糟糕的时候 他走也走不及 是吧 他是第一个 站到最后的 拍片 拍照 就是做这些东西 他从来都没有站过最前的 就是不会跟那些人一起冲 是吧 但是他自己是不停地咬他去冲 这个人就是这么狗的 对吧 他有一次 就真的叫做 站到最前的 就是打雷台那一次 打雷台 打雷台 就被人打了猪头 我还记得 那看看有个组织 可以让大家看到 等一等 是吗 好了 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嘩 嘩 他咬了 他不是打赢那个 是痛咬他 不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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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 不要打 不要打 最勇武的就是被人打到飞 就是这样 没错 这个就是他们所称之为 首领 这个真的笑得我都乱了 首领被人打成这样 真可憐 真可憐 根据他的势 看到首领被人打成这样 不知道有什么感受 有没有什么感受 那我就不知道 他老婆的感受 我们可以从画面上感受到的 好吗 不如我们看看 好啊 好啊 这样吧 哎呀 这样啊 正常的 这样在风中笑吗 对于这个 亦都被人称之为反骨仔 他又被称为 台银叫你吗 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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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不知道 芒果佬 王毓民 看到他现在 不过也是叫他删除敏感资料 是不是 芒果佬 王毓民也不用那么敏感 是的 没错 很细碎 很细碎 提起了很细碎 两个字 细碎 不过其实 鄭松泰 在差不多八个月前都有 都说自己这个热血公民都宣布了解散 也都说他们这件事 叫做没有政治的可以再走的路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不是叫做一个组织呢 是不是叫做抗争呢 是不是 那再数一数 这个王阳达 那时候想起很多东西出来骗钱 或者骗一帮傻子 进入他们这个勇武抗争的组织里面 我还很记得 他一样叫做体育救世 体育都可以救世 对 他原本是未到体育救世的 他原本叫做体育救港 即是香港的港 意思是大家做一下运动 就能够救得到香港 应该像是2019年6月之前 或者那段时间 他们不是搞了什么智慧术班 骗钱班 可能是免费的 还叫你自己带毛巾来 不过这些傻子 真的有人跟着他们去做运动 听闻还要交学费 有些都会 有些都会 那些挺搞笑的 另一样 又说自己救世 我又在想一件事 你们不是明明有个国师 陈云的那个癫老 是的 那个癫老是怎样的 不是保佑他们的吗 那个癫老 会保佑到人的吗 我也不知道 他自己也可能自身难保 自身难保 没错 究竟有没有跟癫老有什么过节 跟陈云 没有 没有留意开没有跟开 所以也不清楚 要问问真bc才记得 假如他跟癫老陈云 也有过节 肯定这个癫老又会走出来 就是我司法的 就是黄天击杀 过瘾了 另外他的黄阳达的死对头 仇斯达 湘达 另一个达哥去了BNO做监 他今天可以吃热狗庆祝 可以 是的 过瘾 再看看 现在他们所谓的敏感资料 也是一句 很粗 不过他会再走出来 骗一下钱 又会弄回一场洞督笑 其实可以 可以 但是有没有人买票 现在他们这样的款式 老实说我没有 他其实不是想着 真的要开一场洞督笑 叫人家开 不是 他想着用以前的招 后来他们的洞督笑 取消了 你可以不退票 叫人不要退钱 芒果佬那时候 就退回给人 要公平一点 先说 他们两个夹在一起 不知道搞了什么洞督笑 他们说 如果退票就很麻烦 你都没开始搞 有什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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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子 就是要给钱他们 会再想些什么 出来押钱 或者会不会有些傻子 要去找他 这个就得淡笑 希望大家都不要做热狗 有人你不做了可以做狗 对 对 做人好 对 对 大波man会出来抽水几句 对 之前说跟他打擂台 对 挑战士 有个战士 可以 大波man也可以出来 对 可以抽水也好 我早就看得出这个人 我都不是上擂台和他打 我还记得 刚才我们看到 黄阳达被打得完全还不到手 像猪头 本来那天 大波man是有去到的 是吗 是呀 接着他就没有上擂台 但有拍着自己 就去了擂台 黄阳达还举手 上来 上来 不过大波man那天 就不是说穿着打拳的衣服 他就穿了一件衣服 还是牛仔裤 接着黄阳达举了手指公 赞好 就走了 这样就走了 上去打嘛 完全不堪一击 不行的 很差的 很失望 这么差的 打到暈倒也行 大波man 对不对 我们给大波man 当时说要和汪洋决战的照片 大家看看 看看 有机招 那时候很厉害 现在没有了 一切二成往事 是我真的和他在赤抽 大波man 对不对 很惨 这个真是黑历史 还黑过真必思导 乙关公 哈哈哈 没错 明哥 世纪拳赛走数全纪录 走数真可憐 是不行的 应该是时候抽水 应该再挑战他 打回场 是不是 打回场 打回场 打狗擂台 打狗 没错 我们再看一看 明哥 当时在擂台下很尴尬的一笑 就是这样 对 没上去 笑一笑走了 很惨 你看明哥身后的是谁 诶 诶 郑重泰 没错 喂 被一只热狗笑你 情何以堪 不错 不错 你看看你自己 那时候多大 那时候 郑重泰也没想过自己会做到立法会议员 那时候还是跟着黄阳达 对 热狗 后面就是热狗 挺好笑 看回以前的东西 是的 很多年 是的 台湾也说 这么多年了 你黄阳达也搞不定 搞到一堆东西 继续留下你的狗斗就算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自所谓 快点乖乖地 给个轻轻轻轻轻 删资料就删资料 快点删 不要说那么多 对 好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